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 耶稣用了乌鸦 这个被人视为不洁的鸟 还有自然界生得很漂亮的花花草草 但最终都是被人拿去烧的命运 来告诉门徒知道 既然他连生存的时候 都能得到天主好好的照顾 更何况是帮他传教的忠徒呢? 而且 无论人怎样努力 都不可以延长自己的寿命 若想长命些 甚至得到永生的话 只要全心依赖天上的慈父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 小朋友呀 我们不用担忧在世的物质 因为天上的财富等着我们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